所以有好多人都問我說 明道你的皮膚看起來 其實在男生裡面算挺不錯的 當然跟你不能比 明道的皮膚 因為我跟他一起拍過戲 他的皮膚真的非常好 我曾經問他說 明道皮膚那麼好 你是不是很注重清潔跟卸妝 他說那當然呀 因為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比如說那時候 婷姐咱們拍的是古裝戲嘛 古裝的那個妝可不是開玩笑的 一層一層呼上去 然後夏天又流汗 又有鹽又有沙又什麼的 對 所以毛孔都阻塞 很容易長痘痘 清潔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你沒有清乾淨之前 什麼都不用講了 是的 那為什麼我覺得這個很棒呢 這個是純植物油喔 它不像其他的 孩子的卸妝膏 可能有不同比例的礦物油 大部分都是礦物油 而且這裡面不含一滴水 純植物油一秒就乳化了 因為礦物油的問題是 它分子好大 它又進不去你的毛孔裡 清不到裡面 然後結果就算進去了 你又洗不出來了 你又麻煩了 所以這樣子你就會阻塞你的毛孔 肯定要阻塞的 肯定是完全不行的 今天 道哥給大家介紹這一款的 這個卸妝膏 這個是不沾杯的口紅 非常難卸 來 看到嗎 沒關係 放我手上會好一點 放你手上 好 然後你看這個是眼影 來 我給大家演示一下 眼影 站在婷姐的手上 你看到 哇 烏漆媽黑的眼影有沒有 來 我告訴你 唇植物油一秒乳化 一秒乳化 一秒乳化 對 然後更誇張的是 婷姐拿這個白板筆喔 唉唷 這樣好嗎 非常離苦了 沒關係 那不然我簽名 要你簽名 不要啦 來你看喔 我告訴你這是 婷姐用白板筆 我告訴你這個卸妝膏 真的超級好的 真的是一秒乳化 我來給大家示範喔 而且是因為我們現在在這裡 就是不是那麼方便 不然其實它還有 你看到嗎 已經完全乳化了 它的深層清潔效果 真的非常的好 來 婷姐來 擦 唉唷 我的 真的 太棒了嘛 乾淨了 好乾淨 真的 來 我把這個 不是最重要 這個東西還要它能夠不殘留 乳油融油以後它還得不殘留 是的 乳油融油 你要殘留的話就沒有意義了 對 你看到嗎 唉 道哥你看到 有 哇 卸妝效果 剛剛我用的是什麼 白板筆耶 不沾杯的口紅 還有不沾杯的口紅耶 眼影 眼影啊 你看多深啊 最困難卸妝 尤其我們拍古裝的時候 真的 那個妝都卸不乾淨 雖然大家平常是沒有在拍古裝戲 也不是像我們 但是要深層清潔 面對到的環境其實跟我們是一樣嚴苛的 是的 是的 而且 來啊 我們要做一個示範 你看 究竟會不會 你看 你看 很滑吧 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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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非常滋滑 你看 完全沒有殘留 完全沒有殘留 真的 很滋滑 而且我最喜歡的是什麼 你不能再講下去了 你必須告訴大家價格 你看下面人都瘋掉了 你再不賣他就走了 他急了 好 對不起 對不起 好 今天婷姐 今天道哥帶來這個卸妝膏 真的 天貓價是192 今天 道哥請問你 你要賣多少錢 今天啊 好貨不過百 好貨不過百啊 有點過分 192到好貨不過百 一直播價是109元 109元 是的 但是領券之後只有多少 99元啊 哇 剛剛你們有沒有看過 要不要再演示一次給你們看 換我換我換我 你看道哥 你看道哥的手 哇塞 口紅畫成這個樣子 來我來示範一下 不沾杯的口紅 然後 下班一記得要領券啊 下班一記得要領券 這個是眼影 看到嗎 哇 夠黑吧 太瘋狂 然後再看到婷姐用這是什麼 白板筆 你看到嗎 來畫一畫 看到白板筆有沒有 來婷姐畫一畫 然後我告訴你 疫苗乳化 純植物油 一般的礦物油 它會阻塞你的毛孔 今天婷姐給你介紹一下 疫苗乳化 你看到嗎 馬上 它泄不乾淨吧 又洗不掉 最麻煩是這樣 我告訴你